在看到寿风乡农会是荣获今年绿色照护的优良典范中十大绿色照顾奖 而这是农委会为了要因应农村高龄化的趋势 因此结合农村环境及自然元素 发展了绿色照顾农业疗愈的工作 并领选出了十大绿色照顾优良典范 今年为第二届继66家单位参与经书面初审与实地访市复审 评选十家为十大绿色照顾奖 以及十家绿色照顾潜力奖 寿风乡农会也在第二届的评选过程中获得奖项 目前寿风乡的绿色照顾站约有200位的长者参与 以及35位65岁以上的志工参与绿色照顾 为11个站点提供农业疗愈的内容 非常荣幸这一次能够获得农委会 第二届的绿色照顾十大经典的奖项 非常感谢我们的志工 还有我们的家政班的这些志工们 尤其是我们的指导员 还有主办人 在这一方面都非常的用心 让我们这一次的努力 能够让监委们能够看到 我们的努力成果 109年开始试办之后 就获得许多高龄农民的肯定 110年更获得第二届十大绿色照顾 优良典范奖 在11个站点中提供绿饮食 低碳及健康食材 用农会加蒸斑进行料理 而绿手作则是利用农作物 或是稻草制作成手工艺品 提高退休老农民 在照顾站点上的关怀 因为我们寿风幅员相当的广大 就是总共有15个村 但是我们在这15个村 我们有办法建立了 大概11个这个据点 农委会原来定定的 这几个目标之外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绿色手作 绿色疗育 还有绿色饮食的部分之外 因为我们长者的这个 年纪普遍偏高 那我们可能在明年度的计划 比较会偏向 我们长者的健康的部分 那可能会跟我们的 邻近的这个门洛医院的 营养师来做一些合作 然后做这个我们 我们这些长者们的 这个餐饮 这个营养的一个 调配让我们的这个 长者们吃得更健康 而收封农会 会员有2351位 65岁以上的会员 就有66% 近期成了年长者 未来的绿色照顾站营运 势必是一项大挑战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